根據台北市政府目前的規劃 大巨蛋接下來將會進行兩場測試 市長蔣萬安也和副市長林一華、李四川一同開箱內部 並檢視疏散動線、球場設計、草坪完整度、觀眾席等安全方面 其實在7月中大聯盟的專家、藏務專家Chad Olsen 他有到現場來實際看 我們請他來這邊給我們一些指導跟建議 他看得非常仔細 歸類出四大類 很多像細節的部分希望我們來改善 包括我們剛剛實際走了一遍 大家可以看到本類版內野後方的相關防撞軟墊 還有包括防護網、家常、投手丘、草坪跟紅土銜接部分平順 甚至投手板當時他拿齒測量高度差了一公分 他也要求我們改善 還有包括甚至到全雷打標杆 最下面有一截的這個標杆網 他也要求我們加上 所以他看的都完全第一 是以球員的安全為優先考量 第二 還有所有進場觀眾的安全為考量 我們也要求遠雄逐項的改善 我們今天看了也都全部改善完成 在這邊 我要特別感謝李四川副市長 他是大巨蛋可以完工最重要的推手 也謝謝我們所有市府團隊的同仁 包括體育局 包括陳時尚技堅 包括林英華副市長 督導相關的局處 因為大家都知道市民朋友迫不及待 但也頂住壓力 用最高的標準來檢視 所以我聽到很多同仁跟我反應 告訴我 其實在整個過程 他們幾乎天天到大巨蛋報到 來督導相關的工程 所以非常的感謝 包括我們會跟棒鞋 來透過他們邀請 不管是我們台北市的新復發 還有幾支隊伍 我們希望讓他們在這邊 透過試辦賽的方式 來給我們很多球員最真實的反饋 特別大巨蛋的成功專家有講 包括我們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防撞軟電 過往我們可能都是加強側邊 但是他連上方 他也要求我們去加裝 因為球員在接接外球的時候 可能會翹上去 手臂會碰到牆員的上方 都要保護好球員的任何時刻 所以我們會透過試辦賽的方式 來讓球員實際到球場裡面 包括傳接球打擊 跑壘等等 讓他們來告訴我們 是不是還有可以再改進的地方 蔣萬恩表示 大巨蛋本身就是以運動場館為主的建設 一切都是依照相關標準 跟規定審查 其他運動以外的各項活動 也會依照相關規定進行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讚 讚 好 我們看一下 請請問郡台北 請問郡台北 本身的草索